东协各国领袖陆续抵达澳洲墨尔本 参加四日的特别峰会 其中南海议题也成为这场会议的焦点之一 身为主办国的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四日表示 当局将针对一项海洋安全协定提拨更多经费 凸显印太和东南亚国家正面临严重的国防威胁 黄英贤也强调南海及台海等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对印太区域国家来说至关重要 事实上非洲两国近期在南海的争端日益加剧 因此菲律宾外交部长马纳罗也在发言时 呼吁各国维持合作 采取外交手段不要使用武力进行威胁或挑衅 才能共创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 谁在不停搅动南海局势 谁在不断散布中国威胁论 谁在到处拉帮结伙搞阵营对抗 答案不言自明 然而非洲两国在南海的紧张关系日渐升温 菲律宾驻美国大使日前表示 亚洲区域冲突的真正爆发点就是南海 并强调美国已经承诺投资台必近9300亿 以抵抗中国降低进口量的经济胁迫手段 对此中国驻飞大使也做出强烈回应 称亚洲国家和人民有能力解决好自己的问题 并讽刺美方一向善于画大饼 不但无法化解南海分歧 还会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环宇新闻是非希望你综合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